理应外合 在美国他要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 他一定是内部有人才能够颠覆你 说理应外合 但从博尔顿的举动来看 那个是一个记者招待会 博尔顿他就把他自己写提示语的 一个notebook就放着 故意翻出来 我想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是故意 可以让大家看 对不小心泄露了国家机密 还是刻意的 上面就有两行字 下面这一行就写着派5000military 就是军人到哥伦比亚 还不是直接到博尔顿 因为哥伦比亚旁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哥伦比亚跟博尔顿是不合的 包括去年8月份 马杜罗他在阅兵的时候 突然出生无人机 马杜罗老说是哥伦比亚干的 但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因为还没有真正给他放炸弹 无人机就被他的狙击手给打下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第一时间来表示支持之后 其实大部分美国的盟国都表示支持 怪异多 甚至说 还有说法 在伦敦那边存了一些黄金 因为他可能是中央银行有储备在那边 然后想去把他调回来 不给了 说归临时的总统的 那么另外 因为马杜罗他很生气 说你美国这么干 我就跟你断绝外交关系 美国也明确地说 不能断交 因为现在我不承认你的 你现在总统是那一位 你是前总统了 你没有资格让我断交 而且不能够威胁我的大使馆的安全 你也不能够威胁瓜异多的安全